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紅潮禁聞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8月10號 星期四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河北水災難怪軍隊沒露面 傳習近平讓軍隊備戰 學者解析 美國禁止投資中共敏感技術 專家表示歐洲會跟進 拆牆運動發起人遭跨境抓捕 來看詳細內容 為了保北京和雄安 河北遭遇洪災 外界注意到 民間救援團隊成為了救災的主角 中共軍隊卻沒有參與 軍隊不搶險也成為了最近網絡上議論的焦點之一 網傳的消息顯示 之所以軍隊沒有參與救災有三大原因 總的來說 就是北戴河期間高層正在權力鬥爭 習近平拿下一批將軍 不敢指望軍隊忠誠 所以現在不敢調動軍隊 也沒有人敢提出來要出動軍隊救災 而且附近基地也有大批的設備和士兵被淹 無力參與救災 消息來源諷刺說 這就是當局下的一盤大旗 另外 由於中共軍報最近在評論文章中提出軍隊是用來打仗的 外界也擔憂 習近平正在讓軍隊備戰台海 中國民主黨海外分部的主席王軍濤在精英論壇中分析說 軍隊不救災有兩種可能 一是軍報說的 要準備打仗 軍隊要務正業 軍隊有國家撥款 就是要準備打仗 二是習近平在權力上出現了很大的危機感和恐懼感 他怕權力下放之後失控 所以要把軍隊隔離起來 嚴格控制 軍隊這個時候實際上什麼都不能幹 王軍濤說 從控制軍隊的角度來說 中共除了對軍隊要求槍彈分離之外 也不讓軍隊接觸地方 軍隊救災時會接觸到老百姓 也能看到民間的慘象 甚至可能會接觸到復原軍人 復原軍人如果告訴軍隊自己怎麼受部隊的欺騙 回來後怎麼慘 那軍心就會更加不穩定 所以王軍濤傾向於習近平不救災的主要原因不是要打仗 而是讓軍隊高度隔離 什麼事也別幹 要在軍隊強化欺騙性的宣傳 保持軍心的穩定 針對有關中共備戰的說法 王軍濤認為 中共有一個特點 在真正打仗之前 它是要喊和平的 不喊打 往往共軍高調的喊打的時候 實際上不是要打 另外 在華北災區 軍隊不是沒有動 而是動的人數不夠 而且主要的動向是拱衛京師 在加固豐台區等地 目的是防止臨近的災民跑去北京 所以要在沿途設防 官媒確實曾報導軍隊出動救災 但很快被網民曝光 是造假擺拍 美國總統拜登在9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投資流向中國的某些敏感技術領域 目的在於阻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知識 幫助開發可能用於支持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技術 這份命令限制美國企業對中國的半導體 與微電子 量子信息技術 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 並要求美國投資者向財政部通報 屬於受限類別的投資 對於拜登這項限制美國對華投資的行政命令 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臺灣中華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國晨 對希望之聲表示 中共現在應該是會往他們所說的極端走 就是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他們在發展自己的極子外光EUV 半導體機器設備 還有聚焦製造成熟製程的晶片 就是他們要維持一個習近平所說的 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情況 王國晨認為 現階段必須密切關注的是 我們現在關注的點是 戰略新興產業 它在過去兩年的投資成長率 大概是每個月都是兩成 可是它的產值只有趨勁於比 這個可以想像就是 重大的產業投資不會馬上就立竿見影 可是這個過程中會不斷的累積債務 中國大陸它的財政可以支撐多久 這樣的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 一直到它的成效出來 或者中國大陸的技術使用 無法達到一定的水準 產生性品質比較好的晶片和半導體 這是我們現在在密切關注的 對於先前美國制裁了中國生產先進晶片 但中國低端晶片的產能不降反升 白宮在9號在慶祝拜登簽署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晶片法案的同時 也提出將為美國半導體產業 提供527億美元的補貼 美國和歐洲後續還可能會出台 什麼樣的制裁政策呢 王國晨談到 其實從川普政府開始 就分兩塊在進行 第一塊是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 就是中國對美國投資併購的審查 另一塊是涉及軍工企業 而這兩塊的範圍都有在擴大的趨勢 而對於拜登9號發布的行政命令 涵蓋半導體與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 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三個領域 王國晨認為 後續還會有其他的產業限制出台 他表示 我們的預估 除了這三個以外 後續應該仍然會拓展到生物科技 另外一個關注點是軍工相關的 也就是航空、航天之類的 這一塊也是 王國晨還補充談到 歐洲事實上也有兩三個類似於美國的芯片法案 除了同樣也有補貼之外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限制 像歐盟最近已經開始抱怨與中國的貿易逆差 或者中國大陸對歐洲的貿易失衡過大 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新能源汽車方面 因為中國大陸大量的補貼 使得歐洲的新能源汽車沒有價格優勢 所以歐洲現在也針對相關的新能源汽車進行立法 王國晨認為 後續歐洲各國對抗中國的速度 會加速的比美國還要快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匪珍的採訪報導 全球拆除中共網路防火牆的發起人 已經失蹤了兩個月的自由記者喬欣欣 本名楊澤偉 在老挝被捕之後 目前已經被送回湖南橫陽關押 活動人士指出 中共跨境執法綁架日益猖獗 讓海外的華人深感憂慮 國際社會應該高度重視 在荷蘭的人權活動人士林生亮告訴美國之音 喬欣欣今年六四前夕 在老挝首都萬象被中共的警方跨境抓捕之後失蹤 近期她聯繫到了喬的家人 林生亮說 7月7日家人是接到了一個法律文書 知道了喬欣欣的下落 但是同時被告知不能會見 在今年4月份 住在老挝多年的喬欣欣曾對外披露 由於她發起了拆牆運動 她在湖南老家的親人遭到了騷擾威脅 因此她對美國之音說 我不怕 但是為了防不測 我已經手寫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不自殺聲明 如果我出現任何的意外 請大家找中共算帳 之後的5月31日 喬欣欣欣與外界失聯 對此住在華盛頓的人權活動家陳光誠 對美國之音表示 她支持喬欣欣等活動人士推動的拆牆運動 強烈譴責中共實施的跨國綁架 陳光誠說 我覺得這都是違法行為 是屬於黑社會的行為 絕對不能允許 一旦允許中共這樣下去的話 將來國界就是非常模糊的 對世界將造成威脅 十多天前 人權律師盧斯衛過境東南亞前往美國的途中 也在老挝被扣押 朝鮮中央通訊社在10日報導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突然解除了軍方最高將領的職務 但沒有說明原因 並要求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加強準備 包括提高武器生產和擴大軍事演習 報導表示 金正恩在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 第七次擴大會議中發表了講話 並在會中解除了朝鮮最高將領 總參謀長朴秀日的職務 原因不明 朝鮮國防部長李永吉接任總參謀長 金正恩當天先是巡視了武器工廠 要求生產更多的導彈發動機、炮彈和其他武器之後 發表了上述談話 報導還說 金正恩也要求執行戰爭演習 訓練操作朝鮮最新武器和裝備 隨時保持戰備狀態 在近期 金正恩一連多天視察了國內各個主要的武器生產線 並準備在9月9日 建政75週年紀念日舉行閱兵 這期的紅潮禁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